家庭八点档 转转发现爱 带过小孩子的人都知道 其实有一些小朋友 大概长到两岁三岁 有一句话就说 小孩两岁三岁狗都闲 意思就是很难搞 皮到不行 很过动 可是这个时候听到的 过动这两个字 感觉是个可爱的 然后在慢慢地成长以后 我们也听过很多人成长过程中 可能都被打大的 太皮了 一定要好好地修理你 你才会乖乖地听话 那这个看似又感觉 就是说体罚不好 但是专家也会说 其实这个很活泼的小孩 代表他的脑力特别好 将来长大都会是个有用的人 刚刚以上听到的 都是很多坊间的一些传说 然后我们也很高兴 你的小朋友就是头好壮壮 他非常地会很活泼 然后很喜欢活动 但是你要知道 进入学校之后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了 所谓的过动儿 英文就是ADHD 他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已经慢慢开始造成了一些讨论之外 在学校当中 他也是一种困扰 所以在身为家长的你 或者是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怎么去看待所谓的过动儿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他的调皮 只是一个所谓的 哎呀狗都嫌 还是说你应该好好去正视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现场 有几位先生说法 他曾经是过动儿 那他曾经也是一个过动家长 我们来听听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欢迎今天来宾 第一位呢就是刚刚讲到的 自己曾经是个过动儿的柏林 哈啰 大家好 你好 好 我们欢迎家长代表 Ethan 嗨嗨 继续欢迎是校方 他是国中辅导室主任 我们欢迎俊瑞 继续欢迎是我们辅大医学院 职能治疗系教授 施以诺教授 OK 然后呢跟很多过动儿交过手 互相资商过的资商心理师 洪桃梅老师 OK 好 过招 那叫做过招 OK 我们这次边呢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呢 家长怕标签化 过动儿的就诊率只有2% 那刚才像我就讲嘛 其实在社会当中我们现在就是 世界各地都一样 就是过动儿呢 他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 但是很多人呢 不太愿意去证实这个事情 然后就不太愿意带他的孩子呢 去做所谓的评估 所以在这边告诉各位就是呢 过动儿的就诊率只有2% 但实际的患者呢 是大概三倍以上左右 根据调查指出 台湾学龄儿童以及青少年 达ADHD诊断标准者 约为22万人 但实际的患者人数呢 可能比就诊人数要算是三倍以上 那国内ADHD患者平均只有三分之一 就医 而且每个班级就有2到3位 过动孩童未治疗 OK 这是在国内的一个 大概的状况 柏林 你自己是过动儿 是 没错 OK 所以那你坐在自己 做得很好现在 有被训练过 有被训练过 对 那就好了 乖哥 我们没有把他绑住 他是自己坐在这里的 好 你可以请问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30岁 30岁 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的过动的成长吗 我在大概幼稚园的时候 被大家说是过动儿 其实我真的很难静下来 在排队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小心碰到前面 或打到后面的 对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 大家都很安静 但是我就会悄悄达达 就是刻意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是我又很难够停下来 那个举动停止 大概超过三分钟 就讲完之后 我又会继续做这样子 就非常的好动 很难够 很难集中这样子 OK 你刚刚就讲嘛 就是你这样子动动达达 对 就是有意识中的 是 对不对 你知道你也在悄悄达达 旁边会听到什么声音 听到一些 我们一定要这样动啊 对 就制止我的声音 没错 就说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啊 你这样很吵啊 对 但是我听到我可能 当下真的是稍微可以马上 哦 好 停下来 但是马上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那大概这样的情况 一直延续到 哦 一直到 从小学一直到小六 快要到国中的时候 对对对 蛮长的一段时间 是是是 老师怎么对待你 老师比较多的时候 都是用隔离的方式 因为我会造成班上的乱缘 对 那很多时候 我的座位就会跑到 像是门口 像是垃圾桶旁边 像是讲台的前面 因为他们认为隔离这样的孩子 然后或是把这种孩子集中在一起 像我曾经去过资源班 就是特别像我这样的孩子 去完那边去 那他们会认为说这样子 我离开群体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这个团体稳定性 就会提高 这样子 因为我的不在这样子 是 你说坐在就是讲台前面 对 讲台隔壁 隔壁 对对对 OK 有真的帮助到班上吗 呃 反而更显眼 这样 同学一直看 对对对 你又被罚 哈哈哈哈 有时候我就会更想要表现 因为我在一个被看得到的位置 其实我内心就是想要被注意 但是我又没办法用好表现 去得到别人的这个赞美 所以你是想要被注意的 是 对 那一分 你是家长代表吗 OK 你可以跟我们讲你小朋友的故事吧 他是排行老大 第一个 第一个 应该是感情最好的那一个 对对对 是在大概他几岁的时候 其实他从出生开始 我就觉得很难跟他相说 为什么 不是 不是因为你经验不足 因为很多妈妈说我不会带 OK我们 因为我以前有看书啊 我就想说照书养嘛 可是我发现他不是照书养 可以养的小孩 你知道吗 比方说 那时候就是喂完奶 我就把他放在那边 让他躺着 可是他不行 他的需求非常高 他就是要你抱他 所以我那时候他是日夜颠倒 然后我没有办法照书上养他 所以我就觉得天哪 这孩子为什么跟书上说的 都完全不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 因为是第一个 所以我不知道说 其实他蛮特别的 OK 对 所以那第二个在出现的时候 就会发现 怎么不太一样 对 所以儿子是ADHD 我觉得他应该是 因为他从醒着 他就一直不停地讲话 一直不停地讲话 一直不停地讲话 然后我就发现 他讲什么内容呢 他应该是 就一直问你问题啊 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 所以等于是他从小 他只要是醒来的时候 我就一直 一直问我问题 一直问我问题 一直问你 我是没有办法安静的 柏林乙会也会这样吗 以前 我的儿子会 你的儿子现在也会啊 会 对 他醒着他就是疯狂地在好动这样 他刚刚讲完全能够理解 因为我跟我小孩的 我老大也是一模一样的行为 在小时候 跟你也一样 对 那学校呢 在学校的话 他的人缘好不好 其实不太好 因为他有非常多自己独特的想法 他发现别人跟他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他们比较容易活在自己世界里 所以他们所表达他也不在乎别人 他这样话讲出去别人会不会受伤 他就非常直接地把他心里面的话全部都说出来 对 所以很容易得罪人 对 什么时候你觉得他开始在学校的一些表现会造成好像 你觉得已经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那时候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老师就跟他 就是做了一件事情财报了他 因为那时候同学就是过生日嘛 都会带糖果饼干来学校啊 然后就有同学作弄 然后把糖果饼干塞在别的同学的抽屉 然后我儿子就很白目 就是人家所谓的白目 他就会在那边哈哈哈哈在那边一直笑 然后他在那边笑的时候 老师就觉得一定是我儿子做的 但是事实上不是他做 他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 结果后来我儿子就大爆炸了 他就你知道我们学校是那种原木桌 对 他就把他举起来这样 然后就砸出去 等到我去接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我今天在学校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先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伤害别人 他说没有 他说我知道不可以伤害别人 我说没关系 只要不是做商人的事情 其他我都可以处理 我说你们老师也没跟我联络 也许就是老师自己也觉得他这样做 其实并不是很合一的 就是去冤枉你这样 所以老师完全没有跟我联系 对 那他就是有经历过 被误解他就会直接爆炸的这种经验 那后来这件就是当然要陪桌子吗 也还好 还好那个桌子很厚实 所以没有坏 没摔坏 好的 好 来来来 主任 主任只听到刚刚这样的故事 对啊 你在学校应该 我觉得国中应该还是会遇到这样的小孩 国中又比 因为刚刚这边提到的是国小 对国小的部分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在国小这样的一个经验 他会又带着受挫的感觉来到国中 那跟老师的距离又会更遥远 就比如说刚刚讲到被误会 我们真的很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当我们今天假设不小心误会这个孩子 他说你怎么跟我以前的老师一样 他会连过去的愤怒一起来 过去经验 要靠近他的难度又会更高 这是这个部分 老师有的时候也蛮无辜的啦 然后呢班上有 现在一班几个小朋友啊 像我们国中可能就二十几位 二十几吗 对 因为像我们以前 对啊 我是那个古早人 我们一班可以有五十几个人 对不对 桃梅老师也是嘛 对不对 我以前一班人 以前的人很会生孩子 好啊 随便生生一班五十几个人 你以前一班几个 三十 对不对 你看这逐年这样的减退 好的 来 不担心 因为我们的十字课方面都在进步当中 好吗 好 以诺 来 所谓的过动症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这个 我们只知道他非常的不受控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以诺 来 所谓的过动症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这个 我们只知道他非常的不受控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其实过动 他不能够说好像一个人比较活泼 或是动作比较多 我们就觉得他可能比较过动 他其实有他一个特别诊断的一些标准 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的目的可能不是教大家怎么在家直接做诊断 但其实我们可以来看到 今天每一家觉得都过动 过动 不是这样 对 不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的 那这个看板是我跟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 中正军职人治疗塞 台北农民总医院 我们归纳出了大概几个可能过动 常见的职能表现 那我们大概来看 第一个 当然蛮明显的是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的定义有什么 或是一些举例 比方说你会觉得他一天到晚都很初心 那常常忘东忘西 那注意力的持续度可能没有办法维持很久 那第二种比较常见的 比方说活动量真的明显比较高 那比较躁动 比方说他会坐立难安 那他会坐不住 那第三个部分可能就是冲动控制茶 他可能很难等待 就比方说他在排队的时候 他可能会比较不耐烦 之类的 或说他常常有时候会比较容易抢话 那就比方说有些要发言 我知道我就马上就要抢答 或是用于插谎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 也许很多家长会比较头痛的 他有时候比较缺乏活动的组织能力 我觉得他有时候不见得能够很擅长地 规划一些活动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到底该怎么做 他比较难以做一些规划 那当然讲到这些可能 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好像 蛮多人都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我自己的理念 当然我们讲到ADHD 他可能是一种所谓的一个诊断 那我自己的理念 有时候我们在看到病人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很容易 我们只看到病人这两个字 我们只看到他的病 我们很少看到他的人 其实有时候看到人比看到病要来的重要 什么意思 人有不同的兴趣 人有不同的好物 人有他不同的一些 他可能特别在意或特别擅长的一些地方 我们抓到这个人他的兴趣 他的好物或他的擅长的地方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些东西说不定可以抑制掉 甚至于缺点说不定可以变成优点 我举个例子 假设他今天你知道他对某个东西很有兴趣 那他可能对那个东西他特别的 你抓到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表现得特别的积极 说不定他搞不好把那些东西练得更好 所以其实有时候长远来看 看他未来的角色扮演 能不能够扮演得好 说不定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在历史上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穿越去做一些诊断 可是在历史上很多所谓的名人 很多人都怀疑他可能有过动的状况 可是有没有影响到他的成就 其实没有 因为从什么角度来看 他抓到他自己的一个兴趣在哪 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的时候 说不定他某一些缺点 反而变成优点 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蛮有盼望 放长来看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只看他现在这个阶段 会觉得蛮挫折 有时候长远来看 很难讲他以后的发展就不会好 有道理 对 如果比方说他的活动量很高 这些做运动员应该很厉害吧 也许 对啊 就像我刚刚说讲的 所以他搞不好 从某个有些家长或老师 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缺点 搞不好在运动场上 这变成他的强项 或他特别对哪个有兴趣 全马 半马对他来讲太少了 全马 三体 就是类似这种 他其实 请问 你的体力真的很强 对不对 就是你就是很有精力就对了 对 就是我很好动 但就是有时候体力不够 还是继续一直想要动下去 就算累了 还是想一直动 对 就是觉得说 要把自己榨干 或是使用到一个极致 其实是一件蛮有成就感的事情 对我来说 OK 这样子 但对别人可能不是这样 对 对 你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 对 就是你的心里面的感受 觉得这个我很快乐 我做这件事情 我现在活力十足 对 像打篮球 所以你现在是专业球员吗 我是职业教练 对 篮球教练 看到没有 对 嗯哼 对 好 好的 童梅老师 有 老师你应该有蛮多小朋友 非常多 我稍微讲一下 我在临床上看到了 比如说你们小孩子 如果比较小出生之后 他感觉他有过动 他睡觉的时候 他会365度的转 他不是就是头在这里 这样子睡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是 他会这样转 对 他会这样子转 对 然后一个晚上回来 他可能360度 270度 或者360 然后像一芬讲的 就是他动脑 一直在动脑 那有的孩子是在嘴巴很过动 然后有的孩子是手脚很正的 手脚动得不停 要看他的语言有没有跟上 所以从睡觉啊 嘴巴爱动啊 手脚很正的 就是搭车的时候 那个边缘 手一定这样摸过去 然后那个灰尘 那个都是一种自我刺激 想要得到一种满足感 再大一点的话 就是坐不住 就是像刚刚 这边 坐立难按活动量太高 所以躁动 对 他就是会有动个不停 他的整个成长 就学的历程里面 都会有这种现象 那因为这些都得不到 一定程度的满足的时候 他就外抱 就是他想要 因为你限制我嘛 在他的感觉里面 他马达一旦被启动 就像柏林一样 马达一旦被启动 你要用到他马达 可以停下来 要有一定的活动量 跟时间还有空间 那在传统的 这个教育体制里面 很难嘛 我们就是要坐在那里 被要求 所以像我有看过 一些国外的研究 他在国中的时候 或在高年级的时候 给他做那个叫做什么椅 就反正就是没有 就是只有两个脚而已 就是他没有办法 做四个脚的时候 他就会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 然后他的两只脚是 另外那个椅子的脚 那他坐在那里 他就比较不会干扰到同学 那到了 我还有抱歉 打个岔 我还有看过一种 他让小朋友坐在球上面上课 对 这样他就一直 对对对对 可是他就可以上课 但对 可是他就是一直在 在动 有他的这个 对 他的动作一直在进行 那到了青春期前期 我觉得他开始就会比较 更是难以驾驭的一只 就是奔跑的马 到小五小六的时候 如果假设他一直都没有被积极正向的处理 我说这个偏过动的孩子 他真的就会 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粗暴的行为 我其实 最近比较难过的是一个小朋友 就六岁 把妈妈打到进医院 六岁 六岁 就是 就是他确实有被诊断是ADHD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觉得整体家庭教育 能不能接纳包容这个孩子 适当的引导 就像刚刚宜伦老师讲的 不是看到他的问题 而是看到他这个人的需要 他需要动 他需要动 最害怕的是家长不爱动 对不对 孩子很想出去动 操场 公园 过去疫情这三年 又很辛苦了 又都不能出去 孩子这三年所得不到的动 现在就回馈到学校 跟家长的空间 到了国中 我有遇到像主任说的 到了国中 他的自主权就更高了 你没有办法跟他 巴地巴地成为一个好朋友 因为他就已经 都一直在被处理 被标签化 处理他的问题 所以他能不能被接纳 在整个学习环境里面 是一个很困难的 所以我也很赞同 刚刚有一个看板 就是他被发掘出来 被就是接受协助 我不要讲治疗 讲得有点严重 就协助对 对 你接受协助的那个比率 我觉得其实是低的 因为我们在社区工作 就会发现真的蛮多的 把家长搞疯 把老师搞疯 把同学搞疯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老师你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可以提长 就是如果真的发现事情的时候 就发现的时候 小朋友是ADHD的时候 你给他他需要的 给这个人他所需 等到他在慢慢长大的时候 因为他一直不断 他不是被处理 他是被照顾到 或者是给予到的时候 他到慢慢中学 甚至高中 他很快就可以 在他自己的领域中 有他所谓的一种协调 或者是控制 是 会吗 会 我觉得会 再两点小补充 一个就是我们也有家长 不相信我们讲的 就是说过动的孩子 在晚餐之后 你不要给他吃巧克力 不要给他喝可乐 OK 家长说 糖分不行 老师你也太夸张了 吃个巧克力 会怎样 他说妈妈你试试看 一芬有这个经验吗 一吃 那个孩子爆炸三个小时 根本停不下来 因为那个就是 那个糖分的东西 会让他的整个生理神经 更大爆发 他本来已经慢慢慢慢 要稳定下 那个马达慢慢已经要 天黑要休息了 对 天黑要休息了 这个还第二个就是 我们刚刚在讲的 就是时间跟空间 在学校 在家里 我觉得家长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这个特质的孩子 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我们真的不是只是贴他的标签 也就是学校老师 真的是一对多 但在家庭环境里面 我们的家长如何 接纳这个孩子 给予他适当的协助 不管是动态或静态 你小的时候上学以前 你到了学校以后 你就是当然那时候 就是你能量最强的时候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在那个之前 可以让你去操场跑个两圈 或者是让你做一些 什么样的运动 先耗掉一些能量 因为我在国外就有看到 父母就会带孩子去跑 你就把你的所有的能量 先耗掉一点点 然后进到教室 你会累吗 对不对 我会累 你总有累的那一刻 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式 以过来人来讲 你觉得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被理解到 心里会舒服一些的时候 其实情绪就稳定了 所以也是一个心理的感觉 对 所以走进校园那一刻 就不被理解 所以反而更trigger 更点燃你那个 就是说我就是要动给你看 对 是哦 一芬 你有理解到这个 我觉得还蛮棒的一点 就是我的小孩 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就是我老公突然爱上骑车车 所以他们两个就开始 大量的骑车车 先从环岛开始 所以那时候我当补给车 在那边 你开 他们在 他们骑 对 他们就九天完成环岛 我就在那边当后勤 对 真的很累 所以爸爸带着大儿子 对 环岛九天 对 然后还一日北高 西晋武林 然后塔塔家 反正就是所有的 自行车协会办的活动 他们能报名的 他们都去参加 很有成就感吧 很有成就感 因为会得到非常多的那个奖牌 他就全部挂在他自己房间 他就非常的开心 来 从做教育的角度来看 我是觉得很激励人生 因为其实这就是他最擅长的 他可能就是 这个上帝生他来 就是做选手 OK 可是从学校的角度来看 就是 所以我们现在学校 有很多针对这样的孩子 我们会另外开课 比如说我们的 也会安排志工 他可以抽出来 就像刚刚柏林讲的那个案例 比如说我今天在教室 可能状况不OK的时候 他随时可以离开教室 OK 对 然后我们也会安排 有跑步的课程 然后有篮球的课程 是 但我们也不知道说 是因为运动放电有用 还是体力耗尽有用 反正总之好像有用 我觉得有用 就是这个感觉就还 还不错 不过刚刚 那个资厂师讲到 真的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 在国中 那个行为的变化会多很多 比如说他无法坐立男安 他除了坐两只脚之外 他很喜欢去坐别人的位置 为什么 然后坐别人的位置 别人的有四只脚呢 就很喜欢和在一起 然后肢体的接触 然后就容易冲突 对 就是在这个部分 就会在股东端又会在发生 这个有极可循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我要先跟 所有第一线的现场的老师们 或者家长们讲 这个有极可循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我要先跟 所有第一线的现场的老师们 或者家长们讲 坦白讲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得很好 我觉得要跟过中症的人相处 我说真的确诊的过中症 比较严重的相处 没有那么容易 它是蛮劳心的动作 那其实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通常来讲有三种方式 那我不觉得一定哪一种比较好 但是我们可以参考 第一种就是压制 其实就是把它给压下去 无论如果你就安静下来 那第二种是转移 转移另外一件事情 也许他有兴趣的 或是他可能比较在乎 让他去做别的事情 那第一 冲突的时候一定是情绪不好的 让他先转移 一转移 他的情绪有时候就随着 暂时先放下 那当然第三种最完美就整合了 你跟人家起冲突了什么 总是要彼此道个歉握个手 就整合了 那我为什么说这三种方式 我觉得不一定哪一个比较好事 它有不同的成本 理论上来讲 如果你压制 压制的成功的话 它其实是最快的方式 就现场最恢复平和最快的方式 可是它的后遗症其实是大的 我相信黄老师一定可以理解 你硬把他给压下来 看我的眼睛 硬的眼睛 他的后遗症是大的 你看看他今天火气非常大的时候 你不管用什么方式 用各种 哪怕你用校规威胁 或什么方式 用打骂来 我们那个没有ADHD 你这样压我 我都会很不爽 对 它成本是很大 我觉得我们 以前的教育 我EQ很高 以前的教育也许可以 现在我觉得这个成本 其实会很大 那再来其实转移 好像介于两者之间 那成功地整合 就化解他们两个 彼此内心的一些伤害或冲突 这个时间其实最久 虽然说它是最晚 可是它是最久 那我觉得其实在第一现场的时候 到底哪一个方式 比较适合采行 我觉得我没有标准答案 可能要看第一现场的人 按照当时的状况 自己去判断 因为焦点可能不只是在 那两个人之间 你一个人要顾班级 你有搞不好有三十几个人要顾 或是连带发生到哪些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讲说 哪一个一定是标准答案 但是我觉得其实大概就这三种 它有各它的好处跟坏处 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下 我也有点补充 因为那个压制 老师讲的也许比较偏是口语 就是精神上面的压制 那如果从小真的知道 它是ADHD 我们在训练它的过程里面 为了让它的生理神经比较稳定 它就不动那么快 我们会给它悲重 悲重就是它身体感觉到 它要慢下来 那我在临床上 我们其实不太能 就我知道的 真的不太能压制 因为压制它感受到的 就是以暴自暴 你就是看我 你比我强嘛 所以我只要压过你 所以很有可能 它的反弹力就会 真的会比较严重一点 它是成本非常大 后续要付出成本 也许时间也许快 就是你直接把它压下 可是它的成本非常大 治标不治本吧 只是现在当下 对 压不住我是不是 小不小多 压得住吗 压不住吗 你看笑成这样 压不住啊 对啊 但是你有被压制过对不对 我有被压制过 有 然后呢 各样言语的 然后跟身体的都有 对对对 但就是不舒服 但只会激发我更想要去对立 在这个上面 如果我还有能力的话 除非你真的让我完全过掉那个 我自己是这样子的 对 不然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就是心里的感觉会更不被理解 那心里就更不舒服 有人用坏小孩来形容你吗 你不乖 坏小孩应该是好听的 国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 不小心用躲臂球 然后K带一个女生的头 OK 对 那那个K完之后呢 大家都认为是故意的嘛 对不对 但当下都没说什么 那回到教室 我就看到 小学校是长长的黑板上面 写满了我的坏话 每一个人觉得彭彭彬是故意的啊 他怎样怎样 故意拿球砸边的头这样子 一进去 所有的同学都聚在黑板的前面 对 就是曾经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所以我认为就是 坏小孩算是一个蛮好听的 这个性容词这样子 其实这样已经不是压制了 这样已经有点是 霸凌 有点霸凌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对就是很多的标签 不是刚刚压制定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如果他被诊断ADHD 就是特别是老师 在班级经营的时候 老师能不能理解他 跟他做朋友 然后他 因为他的大脑动很快嘛 如果可以指派一些 班级的工作 他可以接纳的 然后老师跟他之间 他可以成为老师 很好的小帮手 他可以成为 去拿便当 去 对 负重 对 或者负重 就是派你拆尸 对 给他有成就感 跑腿 跑腿 然后他的就像刚刚主任有讲 那个放电的过程里面 其实真的就是在释放掉他脑子里面 身体里面 那个想要动的那个因子 所以我觉得这过程里面 如果可以指派一些 他有成就感的一些工作任务 然后也适当地赞美他 他会是跟老师 body body 我会看过的是 在班级经营里面是最好的 对老师来讲是个大挑战 因为其实是有所谓的 注意力不集中的概念 所以其实如果ADHD 是个品学兼优的小孩 其实是不太常见 然后老师又要当着大家的面前 去赞美一个 不是个很品学兼优 然后他又那么的好动 他又有一点点像倒在鬼一般 但是知道他不是出自于恶意 所以这个也非常考验老师的智慧 然后另外还考验的 也当然是家长的态度 就是主任 在家长的这个部分 你应该也是有接触过蛮多的 家长部分当然我们会评估 因为我们到国中端 我们就看一些状况 我们会说 那你的孩子是不是过去 有就义的状况 那如果他过去有就义 他当然可以理解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那有些家长他们其实会很抗拒 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一直叫我去吃药 后来我们找到一个诀窍 就是一个说 其实针对你的孩子 我们会有哪些的策略 然后这些比如说 他有什么状况 他可以随时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会另外安排课程 或怎么样 那这边的话 如果他有去医院评估 如果需要 如果服药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帮助 那我们一起来努力 所以我觉得跟家长这一块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家长都很怕被怪罪 因为如果他的孩子 今天在学校因为过ADHD 然后电话通知 他都很害怕 我要到学校去 所以他对学校有一种距离感 那如果我们说 我们今天一起来帮你的孩子 那妈妈你过去可能是一个人 爸爸你过去可能是一个人 但现在我们是一群人 对 那我们会陪你一起 可能我们不懂的 你要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国小 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那你跟我们讲 我们愿意来继续采纳 那我们一起来陪你 度过这三年 那这个时候家长 他就会比较愿意 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那甚至我们也有遇过就是 他需要去就医 那但是呢 我们会老是陪着他一起去 OK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也会 医生也会请 希望医生这边 直接跟我们讲说 我们学校这边的配套 可以做什么事 那我觉得这样的合作经验 就会蛮不错的 对 那其他家长呢 因为比方说 如果班上有个小朋友 他真的 小孩子回家去跟爸爸妈妈讲 妈 我跟你讲 我们班上那个柏林 他今天 拿那个球 打女生 那个妈妈就开始紧张了 我们拿你怎样 好 那第二天家长就来了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群组 对不对 都是家长在里面就开始了 有遇到这样吗 有 永远给他说出来 不怕 当然我们也可以体谈那些家长 我的孩子去学校不安全 是 所以我们试图也从学校这一端来做一个角色 是让这些家长理解这些孩子的行为 那我们希望他们多一点包容 那也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学校团在努力 那我们也很 应该说我们一直在抗拒一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有些家长会说 那你们帮我邀他的家长来 我们要一起来跟他谈 因为会有这种状况 那我们是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 真的见面不太好吧 就是 因为那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不是在一个理解的状态下 可能会变成一种辩论大会 或者是有冲突发生 那我们尽量试图也让 让这个家长知道其他家长的意思 我们会单独让他知道 那我们也会跟其他家长做一个解释 说我们现在有的策略是什么 然后给我们一点时间 让我们来慢慢安排慢慢处理 我们就尽量的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但是就要一直努力 对 就一直努力 我觉得现在老师真的很不容易 其实真的也有家长 譬如说问我学校老师 想要班导师 想要把这个小朋友 就是这个ADHD小朋友 暂时让他离开学校 班上 这一班 30分钟 然后他开一个团府 所谓的团府 就是老师介绍一下 这个小朋友有哪一些 那我们大家可不可以一起 用接纳包容的方式来 一起缓解他的状况 但是小朋友哪那么好控制 对吧 他开始听完了之后 柏林 原来你这很怎样 你也很机车 你也很怎样 结果开完那个团府之后 那个小孩子更难在这个班上存活 以前这个在10年前 我们在建议老师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算OK的 10年前 对 但是现在可不OK的 怎么会开倒车 对 怎么会开倒车 对吧 不是应该更加的有理解 或者是更包容吗 现在的孩子资讯比10年前更发达 是因为资讯还是因为我觉得在家里面的一些讨论 家里也会有 我觉得小孩子最大受到影响的 对 很多的言语是来自于父母 甚至于他的判断 因为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我们就是爸爸妈妈讲的话 就是真理嘛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是那个的导向 因为陶梅老师讲的这个状况 那之前我当然带着我儿子在国外念书 那其实在国外我真的看过很多案例 他班上会有各个不同一些 不同情况的小孩 然后通常老师 我觉得老师会跟 当然家长有很密切的互动以外 他也会询问说 因为有很多的绘本 有很多的书籍 其实都是在描写 人跟人在社会上 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殊的小朋友 然后会让这些小孩子 大家找一个时间一起来看这一本书 他没有指定说 其实孩子也都知道 这个这么好动 对不对 我一看就晓得 感觉上好像也知道在说谁 但是他们也不用讲明 可是他只是希望孩子 多一份同理心 对 那也很明显的就是家长也认同 我觉得是那个学区 就是学校不再只是一个学校 它不是一个大门走进去 有教室有书本 然后座椅 它其实是一个整个的社区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在这个的氛围当中 因为你买菜也会互相遇到 对不对 大家都去同一家超市或者是菜市场 可是他就是那种觉得说 如果班上有一个特别的小孩 其实对我的小孩反而是一种帮助 为什么 谁知道将来到了社会我会遇到谁 或者是说你真的认为 你真的认为自己很正常吗 其实你在很多人的眼里 你也是个怪咖 就是说可是你怎么能够 这个就是一个互相包容的概念 所以在很多不同的学校里面 我真的看到有类似的时候 可是是很慢慢的 他不是那种说 你就离开30分钟 那我跟大家聊一下 不是这种 绝对不是 但是我觉得家长在家里面的角色 是真正决定他孩子去学校 看待的关键所在 所以如果父母 爸爸妈很爱八卦 就叫自己的孩子 不要跟这样的孩子玩 对 这我们在临床上真的也遇到满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 反而我觉得是害了这些小孩 就是这些 其实他 我觉得人是有包容力的 但是只是你一开始的那个风向 被导向一个比较偏的时候 他慢慢 他可能就往 因为他也不知道对与错 你妈妈应该很头痛吧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 你妈妈应该很头痛吧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跳国民健康操 因为我的身体动作比较大 所以很多时候跟别人很靠近的时候 就不小心弄伤别人 健康操作 一二三四 对对对 就是身体健康精神好 路径那个 对对对 你就打人家 我就会戳到 或者是踢到这样 对 因为比较急一点 然后那个我们排演完都 就是我一直是在一个全班最后面这样子 因为反正放后面就没事这样 对对对 在校庭表演那一天 是 然后全校的学生都在前面跳 那我的位置是在全校前面 在隔两百公尺操场的最末端 两百公尺 你因为学校好大 我觉得蛮大的 我觉得蛮大的 就是最后面 然后我的爸妈要来找我 都找不到 对 因为在人群当中三连几班 找不到彭莫林 后来发现 原来进门 我的孩子就在最后面这样子 那我妈看到我这个状况的时候 就把我带着 当下就在健康操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走去前面 问这个老师说 那老师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柏林怎么会在后面这样子 那老师就跟我妈说 就是 我们婆妈妈不好意思 因为你的孩子在 这个队伍里面 我们全班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整齐地跳 所以我只好请她到 后面去这样子 对 那当下我是 我当家长的时候 才能够理解 但当下的我 就是妈妈走到全校最后面 的过程当中 我就看一下我妈妈 她的眼角在犯累 对 那这故事直到我现在当小 当爸爸的时候 我才能够 哇 当下真的是 你不能够说什么 但是你真的替这个孩子 很不忍心 对 就是妈妈真的很不容易 很感恩这样子 你觉得你妈妈对你的态度 她会骂你 有时候想说 有时候妈妈也会炸锅 我们耐心也很有限 你妈妈有没有炸锅锅 妈妈有 但是她 她就是那个 常常会被叫去学校的妈妈 对 就是三不五十 每一天都要陪我上学 有人在笑 对 可是我觉得她做一件事是 我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非常有智慧 就是她给我空间 对 因为我觉得对我们这种孩子 很多时候 你做再多事情 对她来说 不是没有帮助 但真正我们需要的东西是 我们知道该做什么 对 然后我们可能在这个默默支持 陪伴的过程当中 我们做错了 但我们知道后面有一个 妈妈是靠山 这样 所以我觉得 她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 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者 一个陪伴者 这样 一芬刚刚也笑 你偶尔也会吧 我经常 是哦 我觉得我现在度量越来越好了 变个更好的人 对不对 对 就是脾气越来越好 因为从小就一直被他们这样操练 你开始有看到你小孩的不一样吗 有啊 当然 成长 前一阵子 她还有承认 就是说妈妈 其实我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对 然后她说我大概一堂课 只能上十分钟 其他的时间我都在发呆 她说妈你知道我都是靠自学的吗 然后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对 因为她其实 外表看不太出来 对 那你听到她说都自学 你当下的心情 我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 这样我们就自学在家 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学费也要钱你知道吗 学大费不少 好 可是她很成熟 她会这样子跟 我觉得是坦白吧 ADHD 我认为你们其实没什么坏心眼 对 OK 可是你们的动作跟那个 就是好像有一点反差 对 其实我跟我儿子的相处 我们都是非常直接 就是我跟她的相处是朋友的方式 我不是用那种高压的方式去对待她 所以其实对我的小孩来讲 就是他们跟我讲话 他们不用感到有压力 就是他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讲 所以才会说我去学校接她 她就第一跟我讲说她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 这样子 对 所以某些的程度 我算是她的心灵老师 好的 好 我们其实这里有一个 这个常见的职能治疗方式 易诺 其实这几个方式是职能治疗 有时候在面对过动的时候 蛮常见的方式 那来源一样是庄正军治疗师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儿童职能治疗师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是感觉统合治疗 有时候职能治疗师会用一些 相关的一些感统训练 来缓和她的症状 那第二个跟第三个跟第四个 我觉得其实是蛮多家长 也许可以参考的 第二个是放大正向行为 就多赞美她好的部分 让她愿意多做该部分 她哪一部分 她好的地方被放大以后 坏的地方自然就被压缩 人的一天就24小时 好的部分你放大她多做的时候 坏的地方就被压缩 那再来第三个是建立行为规范 如果可以的话 就亲子间共同劝立某些行为准则 甚至于像生活作息 而且很重要是要坚持 有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常发现的是 假设父母不同调 或是比方说爸爸妈妈 跟爷爷奶奶不同调 有时候在那种行为坚持上 比较不同调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破功一点点 那再来其实有时候 我们蛮强调 子人治疗蛮强调的是环境调整 环境越简单 相对而言他分心的机会会越少 我举个例子 在念书的时候 附近全部都摆了什么公仔 什么的娃娃 那他一定很容易分心 他在念书的时候 让他视力范围之内 不要有太多可以让他分心的东西 也许对他是比较好的 那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来参考 在这边呢 就是还要跟各位讲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有一个环节呢 就是因为时间真的不够 但是也就是所谓的家庭 因为有很多的家庭 因为小孩子是ADHD 会造成就是刚刚以诺也讲嘛 可能夫妻就不同调啦 甚至有些长辈会开始责怪 那我觉得很多人常常有一个事情 就是很喜欢找到根源 原罪是谁 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孩子变成这样 那我就跟你们大家讲 来这个就是 过动成因的坊间流传说法 流传哦 这是没有医学根据的哦 就是一呢 食用过多的糖啦 或者是色素 然后再来呢 就是可能是因为食物过敏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家长管教不当啦 还有家族遗传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知道 那妈妈那个家里面 有一个人我感觉 他也是有点过动 那一点 这都是没有医学根据的 OK 然后五就是呢 妈妈怀孕的期间 他有暴露于危险环境 或者是宝贝出生的方式啊 甚至还有一种传言说 剖腹产跟顺产 会造成小朋友后天的一些状况 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 然后再来就是 后天成因 脑部伤害啦 环境因素啦 暴力环境啊 父母离异等等 那其实跟各位讲一个最实际的方法 就是如果感觉小孩子有一些特殊性 或者是不一样的时候 就医 就往前看 往前走 才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好 来 陶美老师 好 我就几个小建议 第一个就是家庭环境 对他的接纳包容真的很重要 所以就是 如果你孩子真的比较过动 一定要很多的户外活动 对不对 带他骑脚踏车爬山公园 然后社团参加球类活动 给他很多很多的动态活动 那静态呢 就是要像义芬这样的 常跟他聊聊天 谈谈心 让他觉得 他跟你有一个情感归属 学校环境我比较建议的 特别是在小学阶段 罚动 不罚镜 不要罚站 不要罚血 请罚他去投篮 跳绳 跑步 就刚刚怡萍有讲 建议他上学 进班级之前先去跑跑步 对 去耗掉一些能量 对 那如果父母的管教态度 是可以一致的 我觉得对孩子最好 因为刚怡萌老师也有讲 你的结构不要太复杂 给他的指令不要太复杂 给他的情感也不要太复杂 因为你们有一定的SOP 所以如果他的整体上面 在情感归属 在家庭教育的环境 学校里面 他都可以得到这样的 被理解被接纳 又有空间 再加上时间 其实就可以像柏林一样 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好 拍手 然后这里再补充最后一句话 就是目前医学尚未完全了解 真正造成ADHD的原因 所以我们不要玩指责 是谁的错 谁不对 可是再来讲一个就是 其实教育儿童 教育小孩子 我觉得不管他是过动于否 我们都有一个责任 就是教你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他未来他是要面对这个世界的 他其实都懂 可是他只是可能在一些性格上面 或者他的行为上面 会比较过动一些 正确的教导 然后再来就是家长们的真正的陪伴 理解 就是真正能够让你的孩子 未来他还是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 融入这个社会 好吗 这是我们做家长的应该去做的 然后再来 再次感谢老师们 你们辛苦了 谢谢你们的体谅 然后也谢谢今天柏林 还有一分你们的现身说法 愿意把你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感谢大家 让我们更聪明 然后更懂得如何去跟每一个人相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